那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觉得 不可能先做检查复制贴上 第一件事一定是做取得资料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所以假设你今天你取得的资料 取得的资料 我们刚刚有请你下载下来那个范例 我们就要把它叫进来 我们可以叫进来以色谣档案 可以叫进来文字档 可以叫进来JSON档 我们甚至可以叫更多 你看这边可以叫 叫以档案类型的话 还可以叫资料夹 整个资料夹都叫进来 我到时候一定会教你 假设你的资料就是1月一张资料表 2月一张资料表 3月一张资料表 你干脆把那么多资料 全部放在一个资料夹 整个资料夹叫进来 你这样就不用学什么资料整合了 甚至这边有Azure 那为什么没有Amazon的云端 也没有Google的云端 因为这是哪一家公司的产品 微软 所以他接受的是Azure 甚至还有线上服务 例如说GA GA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我们有开另外一个课程 将你做网站分析 就是在分析GA 还有在这个地方 这些不管你知不知道 可是未来像GitHub 或者是那个未来 如果你慢慢的使用云端的那个制服 云端 Cloud Computing 云端运算的服务的话 你这些东西多多少慢慢都会懂 都会使用到 好 那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边有非常非常多最好最好的一个连接 取得资料的方式是在其他里面的Web 最好的是这一种 或者是资料库 资料库有看到吗 因为大数据分析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取得的资料 请问是谁的资料 是别人的资料 别人管理的资料 请问一下 他直接把门打开 让你直接进来拿走资料 可是他让你拿走资料 你去做分析 请问他原子资料 是不是保管得好好的 不做任何的变更 不做任何的变动 有听懂吗 这观念一定要请听懂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做数据分析 我们不是去改原子资料 所以我们到时候拿资料过来 我们要做自己要做ETL 自己要做资料的整合 资料的转换 资料的处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做视觉分析 可以理解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可能假设我们今天拿到的是 网址 这个时候他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他的资料库 他只提供给你一个网址 那他的资料库 要是一直不断的放资料进去 你的视觉化图表 只要按一个重新整理 就做完了 这也是为什么要用大数据分析 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你用以色列是不是每个月都在重做报表 对不对 1月报表做完是不是要做2月 现在今天几号 今天13号 请问你10月报表做完了没有 应该早就做完了吧 对不对 可是大数据分析 10月31号晚上12点 你只要按一个重新整理 你就做完了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这一定要学会 这是谁教的 这是我教的 你到时候一定要指明到信 说是我教的 知道吗 就是你到时候一定要学到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你不要再重复一个月做一个月做 这个是机器 这个是机器 可以了解我们要多花点时间去把那个 画好这些图 然后他的行为模式是什么 然后跟主管来去讨论商量 想对策 这就是机器做不到的 这是我们人该做的事 你们说对不对 所以最好的连结是web或者是资料库 因为资料库不是在我们手上管理的 我们是在做视觉化分析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点选取得里面的easell 因为我刚给你的是一个easell案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到下载里面 点选超市范例 开启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订单 下午我在教你如何算退货 因为两张资料表同时叫进来 我们就可以直接讲这个关联 可是我觉得 你要是一张资料表都不会做分析 那你怎么可能学会两张资料表 所以我们只要先做一张资料表 就请勾选订单 然后接下来你去看看 这个内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就直接点载入 点载载入之后 他电脑就开始去处理 他就把这一万笔的资料 所有资料把它叫进来 那你怎么知道叫进来了 在这边他就告诉你 你刚下你刚取得了取得什么资料呢 订单这张工作表 这张订单工作表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原始资料 栏位名称 这叫栏位名称 没问题 好 所以你稍微可以注意一下 你这边有没有资料 所以 一点选取得资料 二点选Excel 然后三点选这个画面 点选下载里面的超市范例 开始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取得资料 好 好